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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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智能電子產品普及 人人都機不離手 成為生活必需品 一些應用程式 簡稱為Apps 便應運而生 Apps 是一種電腦程式 主要是因應不同的用途 而開發出來給人應用的軟件 日本會應用在電腦 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 在日常生活 無論是電話或電腦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到Apps 但在這些軟件裏 最重要是方便快捷和簡單 有商家看到這個商機 所以為大型企業開發軟件程式 我們今天一齊了解一下 Hello 非常你好 今天很歡迎你接受我們訪問 我知道你從事這個行業已經8年 為何當初會偽然入行 其實在大概8年前 都是打開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都很穩定 很穩定的意思 可能大概是回9點、6點 而自己可能做事都上算都可以 上班短時間就已經做完手上的工作 發現其實日日下班都好像很悶 去到上班的時間就好像沒有什麼挑戰性 我想一下想一下 不行 如果人生再這樣下去 好像找不到一個自己 挑戰不了自己 那倒不如嘗試跳出這個舒適圈 嘗試倒不如不要打工了 嘗試偽然去創業 所以在8年前的2014年 3月份工作 4月開始 改變了人生一個方向 在現時的商業 那其實你怎樣看未來這個APP的市場 其實未來這個手機應用程式 那個市場 可以這樣說是前途無限 潛力無限 其實你會留意到 其實我講得附一點 其實整個人類的行為 都經意改變了 改變了 怎樣改變呢 你能不能拿著手機玩 起床第一時間不是查 先拿著手機 整個模式是改變了 這個行為 我們做軟件開發 做手機網站 潛力是非常之大 再加上全香港有34萬間大型 中型、小型的企業 他們肯定會很願意投放 這些資源去做軟件開發 所以很肯定潛力是蠻好的 雖然潛力好 但其實坊間都有很多很多競爭者 那你們公司怎樣夠位而出 其實我們有兩個方向 去跟其他一些競爭者 就是做一些Render Defensation 即是我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第一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難外 所謂的難外 就是找到自己一些很獨有的優勢 我們在大概2017年 尾左右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開發 開發一個叫做會員 忠實計劃 即是Loyalty Program 平時我們吃的儲分 買東西有分座 即是等於超市 即是YMAU 大家都明白那類的程式 其實這類的程式 我們公司已經做到 有一個比較優勢 我們裏面所有的積分 還領禮物 會員登記 一些電子優惠券 已經將它全部模組化 模組化 變成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公司 想用這套東西 我們只要把它 配合一個軟件 他們已經即時可以用得到 我們找到自己的難外 去創造自己的優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一個成本控制 所以我們去到2018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將整個開發團隊 轉移去到越南 越南那邊 2018年開始 去到一兩個人 去到2022年 今天 二月 我們那邊已經有三十幾個同時 我們將成本降低了65個人 人力支援成本 這是我們自己 找回自己的優勢出來 相信不是每一個人創業 都能夠一帆風順 當中還要克服不少困難 不過記得在挑戰和失敗的時候 要不斷地學習吸取寶貴的經驗 其實創業很艱難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記得在2014年 4月的時候 開始去創業 當時都挺艱難和辛酸的 我們當時的辦公室非常小 大約一百尺 什麼都只是一腳踢 由買紙、換墨、清潔、倒垃圾 其實自己都是一腳踢 全部都做完 上班時間非常長 長到早上7時就上班 晚上2時就下班 為什麼會這麼長呢 因為從早上上班 一直跟隨項項目 從早上9時做到6、7時 晚上開始變身了 到7時的期間 就轉為行政 包括出糧、計糧 到試過很搞笑 晚上都會轉換角色 叫客人快點去追數 日後就叫Vincent 晚上可能改名叫Sharon 就出了一個電郵 用第二個電郵 叫客人快點去追數 因為有時自己的角色 有些衝突 沒理由自己平時跟我們聊天 接著叫客人快點去追數 沒理由你公司沒有會計 有啊 晚上就會計 試過有幾次 客戶下午就打電話來 我想找Sharon跟他對一對數 我是對不到的 沒辦法可以回答他 這些辛酸都挺可愛的 聽起來 這樣 現在已經變成故事了 現在已經變成故事了 其實你也跟不同的公司 去提供軟件的服務 你怎樣幫公司提升這個形象 其實我們提供軟件的範疇都挺多 剛才也說過 我們會提供一些客戶關係管理 一些會員忠誠計劃 即是會員 儲婚 還命禮卷 淋淋沙沙沙做這類的會員忠誠計劃 第二 我們也有做一些叫做 伯業管理系統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新樓 很多新樓 現在很流行 就是那個新樓 給一個軟件 一個手機程式 那些住戶用 換句話來講 你在一個住戶 你可以在上面看公告 做一些booking booking意思就是 可以去訂場 訂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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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上面做一個online payment 整件事可以不需要到一個reception 現在很流行去做這些事情 再第三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內亂網 你想像一下 如果一間公司有100人 有500人 我想找某個同事的聯絡方法 我可以滿足手機程式 在不知道他的電話情況下 在裡面可以訊息到他 還有可以做很多請假的東西 舉個例子 我想請下個星期的annual leave 我用手機按鈕 你老闆見到 直接按批准 會有這些內容 變成一些對公司對外 和對內的形象 其實都會大大提升 疫情之下 不少行業都受到影響 當中有部分行業得到政府的資助 令到疫情對公司生意影響 可以減到最低 謝謝 Vincent 其實疫情期間 各行各業都受到打擊 在你們這一行有沒有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疫情期間 同樣都受到打擊 其實再說到疫情前 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上 其實我們已經首當其衝 是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始終做的都是商業客戶 做商業客戶其實很多時候 會受社會環境 而有即時的影響 我們很多一些以計劃 以預算的項目 在2019年開始 其實已經在穿黃巾 即是聊聊 都準備做 都是想一想 都是不做的 去到疫情 新冠肥炎 2019年 年底 那些項目 全部都在穿黃巾 基本上 整間公司 除了做舊的項目 都近乎停擺 但是 幸好隨著政府政策的扶持 亦出了很多不同的計劃 包括一個叫遙距營商計劃 Dbis 也很出名 另外有一個持續的資助 科技券 變成客戶因為由政府大部分的資助 其實他們只需要給很少很少的錢 就做到一個比較不錯的軟結開發 變相來說 我們在2020年的年頭 開始反而調轉了 生意是非常好 非常好 是有少少做到做不及 因為大部分的公司 不停申請這些政府資助 而我們就是供應商 變成那段時間 我們是需要更加多的人手 和同事需要更加多的OT 去幫忙去處理這些項目 嗯嗯嗯 我們都希望完成快點過去 接下來你們會有些新的辦圖嗎 會的 其實我們接下來都有一個五年計劃 這個五年計劃其實是 除了香港之外 會開發其他不同的國家 我們會開發一些是二番線國家 即是香港人最近很喜歡的英國 另外還有澳洲 新加坡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些版圖呢 因為其實 道理很簡單 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英國 在澳洲 在新加坡 找回當地人做一個軟結開發 但是呢 那個價錢是非常之高的 是的 而我們有越南這個元素呢 我們變成是在英國做一個銷售 但是真正開發在越南做呢 成本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五年計劃 就是先會去搞英國 再去新加坡 再去澳洲 都是做成本的 嗯嗯 OK 今天很感謝你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謝謝 創業要成功啦 除了熱誠之外 自我增值也都相當重要 要做好研發的工作 和提供更好的服務 這樣才能令公司走得更加遠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DNA私董會程軒 自負通企葉中環 是由DNA私董會 贊助播出